美国的这两个招军券有经过台湾海峡 媒体说北京似乎没有太激烈的反应 我的看法是不一样 没有激烈的反应不代表中国大陆就认同这样一个做法 这个没有一个激烈的反应 但暗中的那种不满跟较劲 其实才知道我们进一步来观察 我觉得这个事情的话有三个值得焦点 第一个现在刚好是美中贸易大战 正打了这个激烈的时候 那么大陆当然以安全跟稳定为第一优先 也不要支撑事端的再跟美国有更进一步的这样一个激烈的对抗 比较不会支撑不必要的摩擦 第二个的话台湾牌对中美来讲的话 当然都是一张可以打的牌 但是我要呼吁大陆打的是国民党的台湾牌 美国打的是民进党的台湾牌 这两个打法都不一样 但是虽然这个牌可以打也可以用 但是要胜用不一定是一个好打的牌 打不好他的危害 以及他深远的这个影响 是非常值得进一步来了解跟观察 第三个呢 我认为习近平绝对不是一直指拉虎 那么蔡英文当然是很聪明 他也知道这个两岸的这个问题呢 存在的这个问题在哪里 但我觉得蔡英文他的精明还不够 仍然需要有更进一步的这个战略的这个思考 不疑 我懂了